我觉得既然讲到这个快速分析 那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能 就必须要去特别的跟你们分享一下 好,我们先把这张图删掉 你画好的这张图可以删掉 反正到处都可以去画很多种不同的图 好,我现在我想要请你们学会一个 它新增扎进去很棒的图 例如说,这边是不是有看到销售额 销售额 请选销售额 我现在要特别介绍的是直方图 这个销售额 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 以前我们都学过统计 当我们在拿到资料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画记 我们未来除了要知道说 它的画记数是多少 还要知道哪些是outlier 请问一下 你现在看这样子的销售额 有没有出现一些不合理不正常的值 你这样看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对不对 可是我们这边它提供了一个直方图 可以快速让你发现不正常值 或者是你知道的叫outlier 什么叫outlier 各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那个不正常的数值 举例来说 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范例 你先让人懂 例如说数量好了 数量 请问一下 像这家公司这个超市 别人会去买东西 可能买 例如说好了 你去买那个剪刀 你会买几把剪刀 一把剪刀 有可能买两把剪刀 对不对 请问如果说里面有剪刀出现一万把 那是不是就觉得很奇怪一件事了 那个一万把就是一个outlier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这里面的数量分布情形 数量分布情形 最快的最快的一个方式 就是用插入直方图 第一个点它 请问一下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说出现一次的 就是这个数量 就是别人针对这个来购买的 这个订单 这个订单 它数量是2 这个这一笔的订单数量是2 好 依此类推 有的是4 有的是3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最多最多的 就是来购买的 那个品项 最多大于不是2 就是3 有看到吗 有看到这件事吗 不是2 就是3 有听懂这件事吗 这张分布图就在告诉我们这件事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一个超市 如果这里面 这里面出现那种很奇特的数字 你可以直接从分布图 直接马上看到 好 好那我现在举另外一个例子 来我请先把这张图删掉 我把这一个这个数字 我改成80 80 好 我就直接我把第三个数字改成80 好 一样选到这个 一样选到这个 整个数量的内容 整个数量内容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插入直方图 刚刚那张直方图 各位应该会觉得说 它的一个分布 现在是不是还是可以看到 对吧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中间有一大堆的 一大堆的那个间距 这就是代表说 这个地方有不正常的情形 可以吗 这边之所以会有这么多 而且都是零 它根本就没有画出来 如果说你要显示那个直的话 这上面也有也有直的这个吧 有看到吗 我正要告诉你 最后这个一有看到吗 这边有一个一 它为了要画出来 这整个分布 整个分布 最后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一 所以中间这些过程 是不是全部都列出来 那个间距 这就是告诉你说 这边有一个异常值 三秒搞定 公司业绩里面异常值 发生在什么地方 你听懂吗 这个直条图 对不对 对不起 这个叫直方图 直方图在2013里面 有没有这个功能 没有 它只有直条图 直条图跟直方图是不一样的 统计是不是在讲那个分布 这个分布真的很有意义 就是大家的分布都是在这个地方 那可是你通常要找问题 都是在找这个outlier 可以了解吗 三秒搞定outlier 请用直方图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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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不起